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你不就是华之府的华公子华国栋 赵家千金赵万亭 你们俩尊贵的身份 我们都清除 妈你们还敢这样对我 谁是你们的胆 刚刚和黑龙交易已经前后两清了 难道你们还敢反悔 钱我们赵收 东西我们赵药 你们是龙王殿黑龙的人 你小子可以啊 不错 我们老大就是鼎鼎有名的黑龙 呼喝去 你再说一遍 找死 而去告诉你们黑龙 你们的龙王回来了 你给我等着瞧 这人可对黑龙的人出手 能够也是龙王殿的人 这是高兽 哎大侠你也太厉害了 你这拳头怎么练的呀 你这拳头 谢谢你出手相助 你包里的东西呢 尽快处理掉 不然的话三天之后 啊 公子说笑了 鬼神之说我向来是不幸的 嗯 那咱们打个赌 如果我说定了 你帮我说件事 把知己人 好 你一定 哎 大侠 去哪啊 我送你啊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刚出狱的叶家大上 啊 不好了 大上又回来了 妈的 他还敢回来 我自己的家 为什么不能回啊 我今天来 就是要搞清楚 当年的车祸 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哎呦 被你发现了 回来报仇了 我好害怕哟 你以为你还是叶家大少爷 叶家今早已发出对外声明 将你永久 再也不是叶家的人了 是这样的 跳着滚吧 哎 真的 要是你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头 我都可以让你在叶家啊 看你搞 长胸如腹 在我面前 你没有说话 我告诉你 我失去的 我都会拿回来 我们大家谁不知道 你以后可是叶家的继承人啊 就是就是 以后我们以叶家马首是瞻 哈哈好说好说坐坐 我还敢做什么 哎呦 这么多人啊 这就是这家家长子 叶安 他不是被逐出叶家了吗 这个叶家家业 这不叫我 叶峰 你还敢找上门来 今天你来了 就别想走啊 哎 打他滚 ch am ch ch 我早就说过 我哪会失去的一切 你敢打我 不想要打你 老挣规矩 吼他的口气 你还敢来大闹业家 加紧的耻辱败类 妈 这个畜生他他敢打我他 我让他死了 阿胖 肯给我打断 咱们去 你還要幹什麼 動手 你個逆子 他都沒有 他不會向你弟弟和母親道歉 極如虎把你養大 你就是個白眼狼 你你什麼你道歉 真道歉啊 打你木屋兄長老爺 這個出生不能留 快來人了 誰幹什麼 打你挑撥理解釋 讓我葉家 你個小豬 這個 打你蛇蟹心上還有五年牢羽之災 告訴我 葉豐回來了 方思 葉家 還讓你翻上街來人 狗仔的跟我拉下 錢都給我住手 我們做夢吧 這是趙家大小姐趙婉婷 哎 旁邊那位是指揮師了 趙家大小姐在燕京可是一時遮天 二位到房 但是銅碧身輝啊 你是我 葉家的人性 葉神醫是我趙家的恩人 我趙家出自一百日 請葉神醫出手救命 我沒聽錯吧 趙家大小姐要請葉家廢物大嫂看病 不可能啊 葉家廢物要真有這個本事 至於去坐牢 葉家的事情還沒有處理完 我不能救你 這個你好散口氣 趙小姐 你可別被這個廢物給騙了 是啊 趙小姐 這個廢物怎麼可能會因素 肯定是騙你的 我趙就找人把他丟出去 阿澤 快請趙小姐到後堂休息 好嘞 趙小姐 你別聽這個廢物的 他呀他們腦子 我趙家的事也配你來治活 葉神醫 只要你肯救我爺爺 你要什麼 我趙家都雙手不上 我可以救你爺爺 但是我拒絕 葉風 你不要不使好歹 不然的話 我和你的仗沒完 既然指揮史大人要我幫忙 那我葉某不堂倒火再說不及 不過 我有個條件 葉神醫請講 我要趙家幫我查葉家許家 所有的生意請和稅務請 還有葉家許家所有的人 該抓的抓 該殺的殺 一個不了 神醫有令 幫趙家懸賞令 徹查葉家許家 立刻照顧 葉風 你這是忘 葉家的根啊 別忘了 你也是葉家人人 你可真是我的好父親啊 五年冤老 你不記得了 徐如雲連番羞辱我 你不記得 還有你 我霸占葉家繼承權 就對血跡下如此毒手 還記得我是葉家人 直啊 倘若問心愚愧 哪裡怕他 但若貪髒枉法 我金玉衣 絕不放 我不相信 他絕對不可能 他 他就是一個廢物 他怎麼可能認識趙家的人啊 趙趙還是來人請他 我看 他就想陪你演戲呢 從今天起 我葉夫和葉家一刀兩斷 臭小子 知道我是誰嗎 挺好了 道上人尊稱燕爺的 就是老子 原來是下三爛啊 原來是下三爛啊 怎麼輸什麼呢 你也是吧 電琴 你太著急了 別 這小子太狂了 不給他點教訓 他都要飄上天了 小子 你知不知道 你是誰 你又是誰 照了他爺身上的咒 是你破的 哦 你們是戰神殿 看來沒錯了 膽子不小啊 跟破壞戰神殿的事 你是 真的活夠了 啊 你們在說我嗎 你們這群下三爛 不要打死他 別口氣 讓他跪著跟我打吧 你能打幾個給我上 讓我死了你 啊 都別動 放開你 都別過來 小子 我給你一千萬 你放了我 要管你再能打了 這麼多人 你也拖不了誰 一千萬少了吧 啊 好好 不打了 兩千萬 什麼了吧 黑龍的人 兄弟 我碰 大哥 誤會 誤會 高抬歸手 走 走 這個混賞 我現在在殺了他 站住 公主你怎麼看 公爺 您老老臣持重 您怎麼看 戰神殿 敢毒害造了黑眼神 趙家主本財政 造輸集團 更是富可敵多 對 他們屠樓不響 怎麼到底想要等我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啊 黑龍叛變 最大的投靠的可能 就是戰神殿 你懷疑戰神殿 在下一堂大棋 不錯 而且這盤棋 已經下到京城了 戰神殿布局京城 黑龍就是他們的案子 戰神殿一旦有變 這個案子就是一把金刀 去殺敵人心臟 龍主真是充惠過人的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戰神殿不找事 我們就給他找點事 我一命人 將屍體 站在了黑龍大廈的門口 試探一下 黑龍的反應 那看來 我們得找做安排 龍主放心 國儀有規劃 屍體收走 公主 魁也 我們那人說 黑龍的人 只收走了屍體 沒有任何反應 我所料 黑龍畢竟有所緊急 雖然 他不敢有大的動作 但是 他肯定會做出反應 公主啊 山羽御來啊 這不真是我們希望的嗎 這不真是我們希望的嗎